我们这一次的读书会女历史专题呢 是由我们上海大学历史学系的硕士生 宣宇同学组织的 那么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上海大学历史学系的本科生赵思源 然后呢今天我们要读的一本书叫做 《内围,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 那么在前两次读书会中 我们已经读了 《灰熟师,明末听出江南的才女文化》 以及《时之不语,明星时期的真理现象》 这两本书 如果大家感兴趣想了解的话 那么也可以在这个 我们之前有在B站上 有上传过我们的视频也可以了解一下 然后呢那么 今天我们还有一位女坛人 是上海大学历史学系的硕士生赵若帆同学 以及我们的评议人 上海大学历史学系的讲师 顾岳老师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 交给我们的领读人 宇宙宇同学 让他来带我们走近 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吧 好 谢谢主持人 我先扣牙屏 大家看到这个屏幕吗 可以的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在周日的晚上 来听我的这次分享 然后再次谢谢主持人 然后我们G12独自会在历经了两本 关于明星妇女史研究的 明星妇女史研究的著作 归属师和史之父姻之后 我们现在要跟随伊佩侠的 跟随伊佩侠的角度来回到宋代 从内威这本被誉为 海外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然后来看一下宋代 妇女的婚姻和婚姻的 还有生活它是怎样的 然后我的讲解将分为这六个部分 然后因为这本书 涵盖内容非常多 然后所以我主要是按照自己的 来对于这本书的内容进行整理 然后有所取舍 不能命运俱到 还请大家谅解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本书的作者 伊佩侠的一些信息 伊佩侠教授应该说是一位 成就非常高的一个美国汉学家 然后我们今天读的这本内威 就是帮助他获得1995年 列文森辅出奖 然后这个列文森可能是大家 可能也关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同学 会知道他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 海外的一个汉学家 他和他的导师费正钦 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 那个冲击反应模式的代表人物 然后在2014年之后 伊佩侠就在获得美国历史学会 颁发的学会结束奖之后 美国历史学会就设定了一个伊佩侠奖 又以颁布给那些优秀的 180年前的东亚研究 而颁布给那些 讲讲给1800年后的那些 东亚研究的奖项 这是费正钦讲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伊佩侠 在美国汉学界的一个重要性 然后我们从伊佩侠的这个著作中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伊佩侠他其实最早 并不是研究宋史的 事实上伊佩侠应该最早他就没有想过要研究中国 在一次访谈中伊佩侠说他在芝加哥大学读大一的时候 就非常喜欢读社会学的中国 但当时之大的规定是如果你想选择社会学专业 那必须修一年非西方文明的课 然后伊佩侠在印度 俄罗斯和日本 还有中国的古文明之间 不经意间的选择了中国文明 包括古汉语的课 当时在支大给他上课的有著名的汉学家 顾利亚 科瑞格 还有何炳蒂 然后在这几位大家的讲述下 伊佩侠说自己后面就完全的被 这个中华文明给吸引住了 到大二结束的时候 伊佩侠就已经开始决定研究 中国历史了 然后他所读国的年代 从中华早期的帝国的贵族家庭 这个是他的博士论文 也就是他在博士论文 他在准备博士论文期间 是上世界的七十年代 然后这个一时期是美国学界 美国的历史学开始 广泛的吸收社会学理论方法的时代 然后受到这股分潮的影响 伊佩侠就首先从家庭史的视角 考察了北朝的柏林催世 然后对这个进行了一个各案的研究 那么他为什么后面选择了宋朝 为什么选择女性了呢 一个原因就是他研究往后 然后后面觉得 当然就是我们所说的 就是史料比较多 宋代比隋唐的史要多的多 特别还表现在宋代的一些笔记小说之上 那还有一个就是兴趣了 就是伊佩侠很喜欢宋朝 包括宋朝的文化 我相信应该也有一些的人 对宋朝的文化应该是比较认可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是越战的一代 就越南战的 他越战一代 他比较支持反战主义 然后他说他当时看了 谢和奈的蒙元入侵前夜 的中国日常生活 他觉得宋朝的有一种文化 就是让他有一种 宋朝有一种用文明抵抗军事的理念 让他比较的 比较的喜欢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为什么选择女性的话 自然就是跟女性主义浪潮有关了 那他在访谈中也说他自己在高中的时候看过这个背地福利单的女性的奥米 这个可能熟悉那个美国第二次女学员运动的同学会比较了解 然后这个也是资认的他继续学术研究的理由 因为他当时候面到了这个伊利诺伊大学 他当时也是唯一的一个女性学者 然后他在学术上为什么选择女性 为什么选择宋代女性做研究呢 也是由于这个伊利诺伊大学历史系同事的影响 当时也是受女性史的一个浪潮的影响 他的同事开始对美国 包括美国欧洲的女性史 就是开始研究 然后开了一些课程 然后他所以说伊沛侠也开了一门 就讲中国的妇女士一门课程 然后在此记忆一下 然后伊沛侠就逐渐开始对于宋代的家族家庭 以及婚姻进行研究了 那么在多年的积累之后 伊沛侠就决定开始写一本 以妇女为中心的专注 然后他也有一个 以妇女为中心的专注的写作计划 但是在豆米之前 他还是有一些担忧的 就比方说以妇女为中心的话 那么与妇女相关的话题 那是不是也要做好前期的研究准备呢 就比方说我们要研究宋代妇女 那么宋代的法律啊 宋代的经济 宋代的文化 那肯定是需要我们先去做好前期的研究准备的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叙述方式的担忧 这个叙述方式就是伊沛侠想 想也在研究以妇女为主题的时候 他也想去谈论 就有关女性那些不好的事情 那比如说女性的 女性当中的一些犯罪的事情 比方说杀鹰 强奸乱伦等这些事情 但是他还不知他当时也 他的担忧主要是担忧在如何以一个合适的方式 来将这些不好的事情合适的表示出来 那么还有一个担忧就是对预设的担忧 这个预设的就是他在书中讲 就是不想用种族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 来描述中国的社会性别差异 当然虽然有一点担忧 但是出于女性史研究的一个传统观点的反思 让我们可以看到PPT上写的就是这种简单化的自动认识 伊本达最终还是想广泛的考察一下 宋代婚姻塑造妇女生活的方式 然后一本以妇女为中心的总体史著作 也又呼之欲出了 那么在对作者进行简单的介绍之后 我们就来看这本书的内容 我要从这本书的序言开始讲讲 如果大家看过这本书的话 看了目的的话 其实还有两个序言 这个我准备后面再讲 那么从序言开始 我将围绕着作者是如何提出问题 提出了一个怎样的问题 就是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这样的思路展开 首先是问题的提出 我想围绕着内围的这本书 书名当中的三个关键词展开 就是宋代 妇女 还有婚姻 首先我们来看宋代 就是提起宋代 大家会想到什么关键词呢 能不能想到什么 皇冠家生 既明既弱 经济文化繁荣这些词 在伊佩侠这里 宋朝的关键词 是一个变化 当然大家可能会想到 一个历史学籍的名字 叫唐人变革论 那么在伊佩侠这里的话 他主要的说的是 宋朝是一个变化的时代 那么是哪 是什么 有哪些变化呢 那主要就是 他在讲的土地 人口 商业等等等等 但是这些变化 组成了一个宋朝社会的 一个全方位的变化 我觉得在这里可以说 或者有一个形象 就是像我们说明一个 总体的宋朝社会的一个 总体的宋代社会的一个形成 那么做的 再一个举个例子 就是我可能讲一遍 首先大家做的举个例子 就是说 在宋代 知道一个人娶两个妻子 是犯法的人越来越少了 就是我们从这个层面上来 理解这个总体变化 以及这一系列变化 那么在第二个关键词 就是妇女了 那么在论及宋代妇女之前 作者首先回顾了 当时的妇女史研究 那也在这个中书中 表明了自己的一个研究意想 就是通过这个妇女做主题 来对历史 来提出更多和更新的 问题 那么如果对于 这部分的文献公诉 感性的同学 可以看一下 这本书的第六页 他对当时的文献的公诉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宋代的妇女 就是宋代的妇女 在eBay下看来 做的看来 她的特殊之处在于 她们身上有着一对矛盾 就是宋代是妇女 附近明显变坏的一个时代 但与此同时 宋代的妇女 却有着很大的财产权 这与 矛盾实际上就体现了 宋代妇女的复杂性 而这样的复杂性 就使得之前的 我们所说的传统观点 那种论断 任何的一种单一性的 或者说概迫性的 那种论断是无法成立的 而结合我们 之前提到的宋代的变化 一个复杂的宋代妇女 显然是更有说服力的 也是更有符合历史的 所以本书的一大任务 就是如何将妇女史和宋代广阔的历史变化 结合起来 而贯穿本书的问题也就是变化 当然我在这里个人觉得就是 真正的核心问题 就是这个 对这些变化的解释 然后当然在这个变化之中的主体 或者说主角也是妇女 而且是拥有主动性 拥有能动性agency的宋代妇女 好我们现在既然知道 作者所想谈论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作者是如何试图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这就涉及到我们第三个关键词 就是婚姻 婚姻是作者用于研究宋代妇女的一个视角 那么为什么选用这个视角呢 在当时学界 在当时学界 就是对于像宋代妇女这种主题 主要是有两种研究方法 一种是强调特殊女性的 特殊女性 一种的那种妇女史视角 还有一种就是家庭史视角 那么在做我看来 就是关注特殊女性的妇女性 的妇女史视角 是没有代表性的 具体到 具体到宋代妇女而言 大多数的宋代妇女 都是在家里的 那么关注那些走出家门的女性的话 显然是称不起作者想起了这个主题的 那么而家庭史视角呢 又主要是从男性的视角和立场出发的 是从这个立场 从这点出发 那这样的写作是看不见妇女 也是看不见妇女的能动性的 所以作者就将婚姻 作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 那原因有二 我可以看到就是 首先就是更多的从女性的视角出发 其次的就是 婚姻基本上是宋代女性 这个一个必经人生的必经之事 而且是其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可以说是头等大事的 所以说将其 所以说作者就将其作为一个文化框架 来展现宋代妇女的生活 那我们可以看到 作者在这里用的语言就是 他要来用一个充满矛盾的文化框架 那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段文字 就是作者说 不认为宋代社会的与我们的有什么不同 就是我们可以理解就是 可以看一下这段文字 我就不念了 就是在每个社会中 其实大多数的行为都是复杂的 都不是确定的 所以说 所以说从某个角度来讲 就是从一个复杂的 一个充满矛盾流动的一个 文化框架出发的话 就是所谓的 所谓的呈现一个复杂 流动矛盾的一个生活的时候 实际上这可能就是相当于 更加符合力 是更加符合历史的 所以这就是作者一个使用 将婚姻史作为一个复杂 已经框架的一个原因 那么在说完了 作者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之后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作者所选用的史料 那我在这里想评论一下 就是让大家思考有问题 就是如果说 比如说你来写这个 这本书 比如说我们自己来写 这个关于宋代妇女 或者相关类型的 比如说写个唐代妇女 这种婚姻和生活 那我们会想到哪些史料呢 那么作者是收集了 这么多类型 这么多的史料 但作者将这些史料 进行一个划分 划分就是传统史料 跟一个迅速史料 那么为什么这种划分 划分理由是什么呢 一个重要原因 划分的这个标准就是 传统史料给我们的 展现的实际上是一个 静态的世界 特别是像这个法律条文 和这个劝诫书籍 它实际上都表现的 就是一个非常平 就是只是一个单一的层面 那这当然与作者 希望展现宋代妇女 复杂的生活的 这个愿望是相悖的 所以作者就是寻求 寻求一个展现 动态的变化世界的 叙述史料的帮助 那么作者在书中 就多次使用了 这个宏迈的宜间志 这个智怪小说 那么在这个叙述史料中 虽然说有很多 关于宋代妇女生活的内容 而且这些内容 大多数都是真实的 不是虚构的 有助于作者进入到 宋代妇女生活的语境 但这些叙述 更多的是说明 说明发生了什么的一个史料 对于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 这个叙述史料 自己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那么可能我之前 讲的这些有点复杂 那么举一个例子来说吧 就比方说我们来研究 唐朝诗人李白旅游的这个主题 然后我们就看到了 那个李白的望庐山瀑布 那么假设我们作为严格的历史学家 像李白写了望庐山瀑布 那就说明他去过望庐山 就去过庐山嘛 那这个我们肯定是不敢确定了 那我们 这个时候我们再看李白的其他诗 那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李白这个人比较老实 就是说他的诗比较夸张 但是他都是到了一个地方 在写这种诗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 李白写望庐山瀑布 就说明他本人是去过庐山的 但他看的是哪个瀑布 他为什么要去看瀑布 他以及他怎么去看瀑布的 这些问题 这个可能就需要 我们几个其他东西去推测了 我觉得这个例子 就是能在一定程度上 说明或者的思路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伊飞霞自己说的 这个他所用的史料的问题 那这些问题基本上是 所有妇女史研究都会遇到的 对于史料 那当然我们不可能去苛求史料 更多的史料 或者这样 所以说为了解决或者说 削弱这些问题的影响 或者希望 将希望放置于对叙述史料的 总体解读和分析上 所以说我们在这本书中 其实会经常的看到 做着使用 我估计我推测这样的史语 然后这就涉及到一个 对叙述史料解读的平衡点了 然后我在这里 又要再举李白的例子了 那比方说我们在政治上 看到李白去庐山的例子 那么比方说 我在政治上看到 那么长江上 游船很多 特别是胡杨谷 是水路枢纽 四通八达 那么如果我们有这个兴起 是不是会想到 李白可能是坐船去庐山的 那我们比方说看到一个 都是假如 那比方说我们看到 在南昌有一个 非常流行的旅游小册子 然后上面说 这个去庐山 要从南昌出发 走哪到哪里 要到 非常好 非常好玩 然后我们还看到李白 在南昌待过一段时间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 是不是可以推测 就李白去庐山 走陆路的可能性 会更大的 这个就是 我用这个例子来说明 这个平衡 平衡点 以及对这个 叙述史料推进 我觉得 大家如果不认同的话 可以我们到时候再探讨 然后好 我花了很多时间 我们把作者的问题 思路整理了一遍 现在我们去看 这本书的正文了 那么首先我们看目落 就是从各章的标题上看 这些内容 其实涵盖了 孙代妇女婚姻的全部 从婚姻前的生活到婚后 从女儿到母亲 还有的话 就是婚姻中 那些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就将这本书 分为五个部分 然后将会有所取舍的 对这五部分进行介绍 然后首先我们来看 第一部分 也就是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内容 作者主要是 首先就是我们要了解 宋代婚姻 那我们首先要对 宋代的婚姻有个概念 他们当时是怎么想 讲这个节奏 那么作者 作者呢 就首先就是 从男女之别开始谈起 也就是宋代人 对于性别这个看法谈起 在宋代 对于男女性别的概念来说 作者认为 当时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就是内外区别的男女之别 在书中作者 通过了好几幅画作来说明 我这挑了两幅出来 一部分是著名的 清明上和 圣核图 作者说在这部 关于宋代都城的画表中 基本上是看不见女人的 即使有像这部图中所展现的 我们看一下 就是像这个 像在这里 它是轿子中是有女性的 我看一下 像在这个轿子中 即使有 它也是像这个轿子中 一个女性一样 与外面的这个男性世界 是隔开 是隔开的 那么还有一幅图呢 就是一个宋代画家所做的一个文基归汉图 它这里也是 虽然说讲的事例是 这个东汉故事 但实际上 它是因为它是宋代画家所做的 所以说它其实也能体验出当时时人对于这个内外的看法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第十八 最后了 就蔡文基回家之后 我们看到 做的在这里解读是 这些非常激动的女性 她们相当于已经是从内围中走出来了 走在这个内围的大门 但实际上与外面的世界还是隔开的 那么这就 那么这就是 代表着 只是一个面向 这个我们待会再说 那我说图案之外 接下来看一下一些圈杰类的书籍 也是在强调男女的内外之别的 像这个男女内外之别是最早是出现在李济的内则中 经过历史的发展 到了宋代 像司马光这样的大人 对这种内外之别的阐释 已经是非常具体的 那当然 那个宋代的男女之别 并不是那么的严苛的 我们像这个 司马光的这个圈杰类的 可以说圈杰类的书籍 我们可以反思一下 是不是 是不是他越劝什么 就说明越不是什么 不然的话他为什么劝谏呢 对吧 他强调分开 是不是说明当时的女男女之间的界限 没有那么明显的 那么强调变化跟复杂性的作者 自然是也是会提到的 宋代男女之间 没那么 分别没那么明显的情况 就比如说这幅图 它也是宋代的 那么我们从这幅图中 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女性的男性 其实是混在在一个场域里面 那么其实就感受不出 那么强的男女 内外之别的意味了 所以问题是 那么如何解释这些情况呢 是吧 一个社会既有 我们所说的 既有强调内外之别 那又有混在 那么如何解释呢 那么作者主要是从 阶级跟年龄上来解释的 年龄这个我们可以好理解 在这里主要是说阶级 就是上 这是做的观念 就是上层阶级 用以表示自己特殊的另一种途径 就是把自己自家的女人藏起来 那我们再回到司马光的这段话来看 这个其实就代表着 非常有代表着上层阶级的特性 为什么 如果说我把司马光的名字 这种话 那大家有没有这种强法 那么从这个史料中 有一个 我也不知道大家能看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如果要能做到司马光 这样说的话 那首先你得有一个大好名字 不然的话 内外之别是无法进行体现的 当然作者的这个论点 有没有道理的话 就称我之间所言 或者其实在最开始会使用很多我估计 我才是这种词 那么这个观点的话 这个判断还是请读者大家自己来判断 好吧 那么再看第二观点就是阴阳观念 就是男女阴阳的观念 在做的讲述来最早是出自于易经的 后为中医和儒家所接受 那么这个阴阳的观念 最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是强调男女之间的不同的 特别是在中医之上 那么后来呢 在《独家无限》中 逐渐是 那个有养祖之音的这种观念 逐渐的兴起 然后我不知道在中医中有没有类似的观念 到时候提供一下郭岳老师 那么在对宋代的婚姻性别观念 有一定的认识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看宋代人对婚姻的认识 不要是从已迹讲起 婚姻就是和两性之好 是一个团体 它不仅是个个人之间的名 还是一个团体 一个代际之间的这么一个结合跟联系 那么作者首先呢 是从词约学的角度 对于宋代的婚姻的一些词语性的分析 比如这个夫妇的妇 妻子的妻子 那么主要是从持续的角度来说明 在婚姻中 妻子相较于丈夫较低的地位 那我们再看一下其他领域的婚姻 第一个就是这个法律上的 在宋代结婚上不需要去登记 而宋代的这个婚姻法 在以后 也就是针对那些违法的无效的婚姻 进行惩罚 那比如这里的这种期限颠倒的婚姻 期限颠倒的婚姻 它就是肯定是违法的 这不是法律承认的 那还有就是近亲之间不能结婚 这样的婚姻 是法律是不允许的 然后那么宋代的法律 还支持婚姻中 那个家长的权威 这个大家好理解 比方说 在我们讲的 就是比方说那个宋代一个 宋代有个儿子 然后他在十多岁的时候 妈妈妈给他定了亲 这个孩子长到二十多岁了 他想自己去 自己去跟别人是定中生 这样子的情况 如果高到法院上的话 那法官 我们不说 那父母官 就是会支持父母定的那个婚姻 而不会支持这个儿子 他自己私定的婚姻 那总而言之 就是宋代法律 他其实并不重视男女之别 法律更重视的是家族的角色 那比如说在量刑之中 法官更关注的是 比方说 如果是一个罪犯 一个罪犯都是女性的话 他更会关注 比方说儿媳跟女儿的 这种身份差别 这是法律所 不考虑的重要因素 那么在儒家的伦理之中 当然也基本上是这样 做得通过一个 扶桑祭祖这个例子 来说明妻子 特别是大儿子的妻子 在一个家庭中的重要角色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大家应该最近过年回来 不知道大家家里 有没有那个 拜拜的这种仪式 像我家里的话 就是我奶奶会比较 比较那个 反正总之的话 就是基本上儒家伦理跟法律 基本上都是重视的是 家族角色 他们强调秩序跟伦理 然后儒家的话 可能相比 比法律 给予妻子更多的尊重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宋代文学中 作品中的婚姻一下 那么当时的文学作品中 主要缺氧的就是 婚姻的命定论 这就是命中注定 然后还 当然这项命定论 和当时的佛教 做的觉得当时的 这样的命中注定的思想 和当时的佛教的 因缘 因缘的思想 是有很大的关联的 还有就是 在文学作品中 会宣扬天作之和 这样的故事 那么还有关于 月老的故事 也是在宋代广为流传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就是 这个金兰莫太守的女儿 她本来结婚了 但是有的梦人告诉她 说你现在结婚的 那个丈夫不是你的丈夫 你也有一个注定的丈夫 然后找不到 然后后面这个 命中注定的这个 军亲出现了 然后出现了之后 即使说他们年龄 格的很大 他们这个女儿的父母 还是强之 然后说一个因缘定数 军的暗能 这其实我们也能看出来一点 就是文学中 让宋代人对于婚姻这个想象 那么我们接下来 在对宋代的性别 跟婚姻的概念进行简单叫之后 我们来看本书的第二部分 这部分我个人觉得 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作者非常细致的 很有意思的话 那要建立在阅读的结果上 就是单单看的话 是很有意思 但是介绍起来比较忙 就是作者非常细致的 刻画了宋代人 结婚的这个过程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看 就是真的是从 从作媒 就是定金到 一直到结婚 或者 引用了非常多的史料 对于宋代人 结婚这个过程 它其实刻画的非常详细 但是我在这里 做分享的话 但是其实 不太好分享 当然就是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也是非常推荐 大家看一下 这几张的 就是从第三张 做媒婚礼婚庆 到嫁妆这几张 那么如果说 从一个总结的角度来看 就是这个做媒 就是宋代人 我们之前也提到 宋代人 结婚主要是听父母的 然后在这个做媒的过程中 主要是母亲跟媒婆 她起的作用比较大 但是比较大 但是如果这样的来说 说在这个做媒过程中 女性这个作用就 就比这个 起作用比较大的 那我们不能下这样的判断 因为同样为女性的女儿 在这个过程中 她其实是没有权利的 所以说这个做媒的 这个权利逻辑 看她的权利逻辑 也就是看代替 也就是辈分 而不是性别 我可以看下宋代人 平均的这个婚礼 是19岁 然后男性的话是21岁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 婚姻中的一大盛事 也就是婚礼和婚庆 对于宋代人而言 这个婚礼就是一场 盛大的表演 看表演的客人 就觉得很有趣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参加过婚礼 就吃席的时候 其实按作者说 我们跟宋代人 宋代人之间的区别不同 我们可以想自己 去参加婚礼 小时候参加婚礼 是不是觉得挺有趣 然后对于 那个 这场表演的导演 也就是新人父母 而说这个婚礼 让他们席背 而又骄傲 那对于这场表演的主角 这个新娘 新郎 而说的话 那么他这个反映 恐怕就比较尴尬了 特别是对于新娘来说 毕竟到别人家里 当然如果新娘是 我们有个主角的话 就是新娘如果是射牛的话 那个宋代文学的故事中 也不是没有新娘 大闹婚礼现场的 这样的情节存在的 那么在宋代的婚礼中 宋代的理学也展现出 一个不那么死板的一面 就是我们所熟知的 就是那个夫妻对拜的环节 就在这个时期加上去的 而且是当时理学家表现 是支持的 但理学家 学学家他们还是会争论 到底是新娘先向新郎拜 还是新郎先向新郎 新郎再向新郎拜 然后每个人拜起来 这样的问题 然后我们可以来看嫁妆 如果我们从经济的视角 经济的角度来看婚姻的话 那么嫁妆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话题 但这个也是一个 有广告联系的话题 就嫁妆是在别人家 别人家的妻子的 一个重要的依靠 然后宋子 但也是一个嫁妆增多的时代 这也是作者 在最开始 为什么说宋代女性 有很大的财产权的原因之一 而嫁妆为什么会增多 以及增多的影响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月子她这张 这其中有非常多的 让人思考的一些东西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 宋代女性作为妻子的生活 作者主要是通过 这三章来介绍 作为内部的上层阶级的妻子 女工 包括夫妻关系 而在宋代作为一个 宋代妻子 一个好的生活的特点 就一言以蔽之 就是我PPT上这句 学会了主要依靠自己 但同时表现的依靠 父亲 丈夫和儿子 作者在这三章中 主要是对传统的 简单的认为宋代妇女 受压护荡的观点进行反驳 然后作者觉得就是宋代妇女的婚姻 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可以自己选择的 特别是我们当把婚姻作为框架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在作者讲述中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妇女就能露情 就是一个agency的例子 而这些范例在章节中可能更详细 我在这里主要是截取了一些 但妇女的权利总归是比过男性的 所以作者就主要是从妇女在上述的限度内 使自己处于最好的形式之中的角度 来展现妇女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两个例子 一个是虔诚的妻子 在这里主要是主要是信佛的妻子 宗宗教让宋代的妻子 有了更多可以主动活动空间 这个空间不仅是物理上的 以同的也是心灵上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具体上里面的这个例子 当然妻子能够信佛理佛的一个主要原因 是因为这活动让他们符合儒家 对于家庭秩序的想象 佛教能让一个妻子变得无欲无求 有利于一个和谐的家庭的维持 当然这个情况具体到家庭 具体到个人是非常复杂的 如果看待佛教对于宋代女性的吸引力 显然任何单方面的解释都行不通的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第二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这里面是为余夫人 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她而言 对于她而言她这个生活到底好还是不好 我们可以从非常多的角度来解释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成为母亲的妻子 我觉得这个是这本书中 我觉得做得非常一个独到的眼光 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她讲这个母亲和女儿之间的这个关系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用意 观察一个时代女性的事 讲就母亲和女儿之间的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这句话 我觉得这句话 这句话觉得挺重要的 这个女人为的复制是一个女人自治的领域 就女儿跟自 母亲跟女儿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不仅是母亲自治的领域 还有就是我们能从对女儿教导之中 看出母亲的思想 母亲女儿怎么样 其实也能就展现 就是母亲觉得女儿怎么样是好的 怎么样会是女人为的 尽管这标准可能会解释 这标准是由社会来决定的 那我看下面这个例子 这个就是典型的女子独才变得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就是主要的是说 这位夫人在小时候经常诵诗经 读白居易的书 然后在家庭聚会上还喝酒 还喝的很多 然后稍微长大一点 然后他就所谓的懂事了 就说喝酒念书不是女子所为 然后就是不再读文字 不再读喝酒了 不再喝酒了 那么这就是史料的缘故 那么在这个史料中 其实没有说明就是这个主人 为什么他会改变 那么作者在这里就是由一个推测 可能是由于他的父母 尤其是他的母亲来告诉他 什么是非女子所为的 你应该怎样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禅足这件事情 或者在书中说到禅足 最早是出现在十世纪的舞者 然后随后这一现象 从娱乐的场所和宫廷 扩散到了社会精英的家庭中 而到了宋代晚期 禅足这一习俗 已经在宋代社会根深蒂固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当时宋代文员的一个看法 宋代人主要是文员的一个看法 就是禅足是一个美丽的象征 所以说宋的辈子分析到 禅足可能是受到 宋代男子气概内涵变化的印象 即男性的形象的内敛 需要女性形象的进一步内敛 当然禅足问题还有一个复杂的地方在于 这是一个母亲积极参与的环境 妈妈为什么要让自己的女儿禅足呢 做的祖宫应该是受当时娜妾之分 娜妾之分的影响 是妻妾之间真宠的结果 因为我们之前看到禅足代表的一种美 而母亲给女儿活脚 是一种让其显得美 而不会让其使得早熟的一种方法 那么对于娜妾之分 我想再说一点 就是我在pc上所展现的内容 这段内容主要是从娜妾的需求方 也就是男性的角度来讲 这个文字主要是说 在这段时期 男性娜妾的欲望的强烈 而在后面的章节中 就是欠了那一章 在娜妾的冲击方来讲的话 作者也说到 对于一些穷人家的女孩来说 女孩父母来说 让家里的女孩成为富贵人家的妾 会比让她成为贫穷之家的妻子要好 那这两方面 这两方面的行为原因 我们其实都可以追溯到 后代的经济的发展 所以说再提 在一个社会之中 所有的行为肯定是复杂的 我们不能一个单一性的概括性的一个认识 那么主要内容的话 我主要分享到这里 由于时间关系就是第十章到第十四章的 关于女性婚姻中不好的部分 我就不在这里介绍了 但是我要在这里提 在这里再提一句 就是做了在那个史料的问题 再说过的 就是这些 这些女性不好的内容 很多是 在据史料记载 很多是发生在下层阶级的女性上 但是这其实是一种 史料上的阶级偏见 因为其实更多的 其实会记录到下层的那种 那种是势力的 那么我们就来到结论的部分 或者在结论中说 本书想达到的三个主要目标 就是这三个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么至于这个目标 有没有都达成的 或者实际上更多的是 让我们读者来判断 那么对我来说呢 内维这本书 不是以论证现场的 我们可以在 我还是说呢 我们可以在书中看到很多 我估计我才是这样的 或者许多观点 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 非常合理 那个论证 严密的一个论证逻辑 然后书中呢 也会有一些史料的错误 然后也有一些 我们觉得 做了解读错误的地方 当然这本书 我觉得想比较的地方在于 就是过得 给我们提供了 讨论问题的空间 依佩霞的这个视角 特别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女儿 母亲和女儿 这个视角 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好的 然后包括他对于 妇女史书写的方式的思考 有问题 我觉得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那么这三个目标 对于我来说 就是前两个 我是很快就理解了 我要求 我也觉得 这也是很多妇女史 作者的主要思路 作者又哪怕 这个世界 构成了他们的弱势 他们还是 其中非凡的 即使表演者这一形式 来表现宋代妇女的主动性 这个我个人是接受的 但这个第三个目标的话 我有点说不出自己的感受 应该说自己没有见过 这样的书写历史的方式 所以我的理解主要就是 之前我提到 里面的例子 然后到时候 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这三点的话 待会我还是再提一下 那么回到作者的结论 就是在对宋代妇女 进行同体性的回溯之后 或者列举了这些宋代妇女 这些变化 那牛好有败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 回到宋代妇女 最开始我们所提到的 宋代妇女身上的矛盾 也还有本书的任务 核心问题 还有第三个目标 那作者是最后回答 最后是这样回答的 无论下层妇女 就是妇女怎样受益 我们可以怎样的受益 它都被买卖并且 妻女的女人市场扩大 以及强化负权制的 普遍趋势抵消了 我觉得这是本书的 最终回答 那么这本书的内容 我大致分享到这里 那接下来我想分享 自己对于这本书的思考 主要是关于一些理论 一些想法 特别是关于人类学 社会学的一些理论 那么首先我想带大家 回到这本书的 朱文版前言 作者在朱文版前言 首先提到了 上次第五十年代的 这个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作者认为 这种方式上 没有将长时段的变化 纳入考虑之中 我最开始读这段 这段文章的时候 基本上是一瞟而过 但是到后面 我阅读了 罗萨尔博的 《一龙歌人的猎头》 之后才意识到 伊佩侠这本书 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联系 应该比我最开始想的较深 那么猎头这本书 是罗萨尔多及和妻子 在菲律宾 做了一项历史民族自治调查 就是考察 他在菲律宾群岛上 一龙歌人 猎头就是把别人头砍下来 然后这样一个 这样的一个 可以说分数 那猎头这本书 在目标上 与伊佩侠有一点相似之处 就是为了打破 大家对于一成不变的 社会的这样一个认识 那么在伊佩侠这里 打破了就是 大家对于一成不变的 妇与被压迫的 这样的迅速的认识 而在猎头那里 是为了打破 大家对于一成不变的 原始部落这样的认识 那么在猎头这本书中 这本书在导言 导言部分就具体讲了 对当时人类学强调 共识性的结构主义 做法的批判 那么这个结构 这个强调共识性的 结构主义是什么呢 我简单说一下 然后欢迎大家交流批评 就是除了共识性 这个词 还有一个词叫历史性 这是一对词 历史性就是经历时间 这个历史 这两个词语 都是出自索续尔的 普通语言学教程 那么索续尔有个例子 我再简单的说一下 就是说明 用一个例子来 简单说一下这个概念 就是有两个人太下棋 共识性就是这个下棋的规则 而历史性就是 这个下棋的 这个棋盘上的局势 那么索续尔认为 只要我们弄懂了 这个下棋的规则 不管棋盘上的棋子怎么变 我们都能马上理解 这款棋的局势 所以说强调 共识性的结构主义的 研究方法 我就由此而来了 当然结构主义分析的 真正代表人物 是列为斯特劳斯 所以说两本书 虽然说 两本书虽然说都是 从强调变化的 历史性的视角出发 但 但伊贝侠这本书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 嵌入的视角 当然这个是我个猜测 因为我看到嵌入这个词 然后最近在找书看的时候 看到法国历史学家 乐高夫的 前代余永生 然后乐高夫说 自己用了波兰尼的嵌入理论 然后我又看了一下 又找到了 这个 伦兰诺维特 这个嵌入理论 我觉得有一点相似之处 但是对于这些理论 我具体还是没有进行 进行研究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在这里挪列 挪列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与大家分享好吧 那么 但上述的理论 或者说观点 我觉得无论如何 我觉得都是处于一个 结构与个人的 一个二元叙事框架之中 像在那位中 尽管一倍下 给了宋代妇女 一个婚姻的 一个这么一个空间 让其展现 其补东西 但是在最后 这一叙事还最终是 让我给了 父权制的 补业强化 当我们从 社会结构 和社会个人的 这个角度来看一些 看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感觉就是 有的时候 偏向结构的话 似乎就强调了 结构的那种 对于人的定义 有的时候会变得压迫 那么又强调个人的话 那我们可能又会 会到那些 特立的分析了 那么一种 折中的做法 似乎只能是强调 所谓的 有限的自主性 所以说 有没有其他的解释方式呢 那么 我最近注意到了 就是社会学家的 吉登斯的一个 结构化理论 这些理论 试图来打破 这种 二元对立的说法 当然吉登斯的思想 我还没有仔细研究 我最近买了 那我手指缘的后院 看一看 我在这里列出来 主要是跟大家分享 那么我的分享 就到这里 差不多结束了 那么最后 我还想以内威说 这句话作解 就是最好的妇女时 并不只是让我们了解 历史上的语言 还向我们发起挑战 让我们重新审视 我们对历史和历史进程的理解 好 谢谢大家 好 感谢林熊与学长的分享 那么学长他从这个六个方面 第一个是这个这本书作者解解 然后从这个问题的提出 以及问题是怎么样去解决的 以及本书的一个内容 进行了这样一个介绍 那么学长也非常生动幽默的 用了一些例子来让我们去理解本书 然后那么在最后呢 他也提出了有关于这些 人类学社会学上的 关于本书的一个杀战的思维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有请与谈人赵若三同学来 给我们进行他的一些想法的分享吧 好的可以听到声音吗 好 我看一下我有必要开视频吗 我背景点乱还是算 我就直接跟大家讲一下 我读这本书的感受吧 首先就是这整本书读下来 其实我觉得非常的舒畅 就是这个作者他的文笔 也可能是翻译的文笔吧 反正就是读起来 作者的这个思辨能力也很强 然后这本书的 我很建议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就是把他的内容全都翻一翻 就是说每一个每一章节下面 都有很多 都有很多的巧思 然后我想说一下 我读完这本书整体的感受吧 先落到作者的一个结论上 就是他认为 虽然说在这些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中 体现了这些宋代妇女一定的自主性和这个能动性 但是最终呢 这个宋代的 宋代的父权制还是进一步强化的 这个其实它不仅是体现在结论上 它在每一章每一章其实都有体现 就是 他从前面两章开始 就已经先去把这个宋代社会关于男女关系的这个游戏规则 就已经介绍出来了 这个游戏规则呢 就是男性同志者制定的父权制的游戏规则 它通过法律 它通过三个方面展现出来吧 然后我这三个方面都想展开简单说一下 第一个方面就是法律和司法 那么这个法律呢 就是它会规定这个婚姻法 然后家庭的财产继承法 那么在这些法律中 我们如果说具体看了这本书的内容的话 都可以看到女性在其中是非常处于劣势地位的 首先就是女性 她在这个家庭的财产继承当中 她往往就是处于一个劣势 就是要么她是没有这个机会继承 要么是她有可能能够继承到很小的一部分 那一部分也是为了支持她获得一份嫁妆 能够去结成一个婚姻 然后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女性 她的一个就是基本的生存都会成问题 就是说如果你不结婚的话 你可能基本的生存都会成问题 然后是司法这一方面 司法这一方面就是 因为我们知道法律的 这个司法它有时候甚至比这个法律的制定 就是说明文规定的这些东西还要重要 因为它是真正落到实处的 那么我们从这些很多的章节中 都可以看到一些具体的司法案例 它就是说会去审判一些 关于这个一个家庭中的财产分配也好 包括说丈夫去世以后 就是丈夫早逝以后 然后这个寡妇她的一个财产继承也好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现象是很多面的 这个时候它不一定是说 那些这些法官她们的判决 一定是说不利于这些女性的 就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些司法案例是非常的多样的 然后它也能够体现出 就是说游戏规则虽然制定在那里 但是它落到实处的时候 它的真实面向其实很全面 就是说很多样的 然后我想说第二个部分 就是说这个游戏规则的第二个部分 就是习俗和惯例 这个习俗和惯例 其实跟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部分 法律和司法部分 其实联系还是很紧密的 那么这个习俗和惯例呢 就是说在这本书中体现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对于那些就是那些学者文人 尤其是理学家 他们去怎么去评判 然后怎么去宣扬 就是良好的这种性别秩序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这个什么 男主外女主内 比如说女性就是三从 从夫从妇从子 然后比如说 我想一下 一下子想不起来 就是说这些习俗和惯例 就是说就是通过这些文人学者 他们去宣扬 然后去强化 然后尤其是说对于女性 这个在这个在这个强化的过程中 教化的过程中 我们是可以看到那些教化的东西 其实非常的用我们今天话来说 非常双标的 就是它对男性是一套标准 对女性是一套标准 比如说对于男性来说 你你娶了妻子 你在纳妾 在就是说 甚至你家里的那些女仆 都可以再成为你的这个 性行为对象 然后但是对于女性来说 如果你除了丈夫以外的人 发生性行为 你就是被禁足笼的程度吧 就是就是非常的双标 然后再 再有就是说 对于女性是非常强调 女性的一个奉献 奉献 奉献精神吧 就是说把自己放在最末位 然后把自己的丈夫 自己丈夫的家族 放在最首位 就是这样的一种游戏规则 因为毕竟是男人制定的 就是有利于男人的游戏规则 有利于父亲的游戏规则 然后 这是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个部分 就是这个游戏规则的第二个部分 习俗和惯例 然后是 第三个部分 就是经济活动 我认为是经济活动 因为 因为我们就是看了这么多 我们心想就是 为什么就是 女性她都 她就是说 必须要有婚姻 她如果没有婚姻的话 她就是生存不了 这不是说是她 不是说这个女性 她自己造成的 它是一个结构性的困境 是一个系统性的困境 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 不管是法律也好 惯例也好 她都是不利于女性的一个独立 所谓独立的生存的 就是 女性能从事的经济活动 她很少 就是说你要养活自己的话 如果说 还是一个比较贫穷的家庭 出身的一个女孩的话 你要养活自己 你可能就是 做一些 什么仿线 然后织布 然后女工这些工作 这是我们所说的武功 然后 然后 就是你的职业选择也非常的 不是你的职业选择 这些宋代 女性的职业选择也非常的有限 就是你要么去做女工 要么你说你去做妓女 或者是做女仆 做厨娘 就是做这些东西 而且我们发现这些工作呢 还是集中 集中于这种 家内事务 以及 赋予男性的 这个生理需求 然后 也就是说更多的这种 不管是政治方面的 文化方面的 还有其他经济生产的 更多方面的工作 她似乎是 不太像女性开放的 那么女性 她连这种 实现自己 经济独立的 这种渠道 也是非常有限的 也就是没有 我们现在女性所说的 能够追求的 自己经济独立 那么就不需要 依赖男性 就是说 这种情况在他们 是不可能实现的 所以 一整个 这三个部分 我说的法律和司法 习俗和惯例 还有这种 经济活动的受限 这三个就形成一个闭环 就是这种 付权制的 就是女性 你只能附属于男性 然后你才有可能 维持自己的生存 然后 那么这样的话 既然你是 这附属于男性的 你的地位 必然是 低于男性的 你的社会地位 经济地位 政治地位 都必然是 低人一等的 然后 这是我刚才想说的 就是 作者说的 这个付权制的强化 那么这个付权制 它具体的游戏规则 是怎么样进行的 这是我的 一个分析吧 然后 我想回应一下 刚才就是 我们的领读人 李轩云同学提到的 就是说 他说后面几张 就是第十章 到第十五章 写的就是 女性比较不好的 这种部分 我其实不太理解 这个不好 这个形容词 是什么意思 但是 但是据我所 具体去看 这几张的内容呢 我能感觉到 比较清晰的 其实就是 清清楚楚 就是双标两个字 比如说 这个寡居生活 就是提到这个寡妇嘛 就是说你的丈夫死了 然后你成为一个寡妇以后 如果说你去 守接 就是说你不再嫁 那么你是会 就是说 得到这个赞扬的吗 不管是社会观念 社会的赞扬 还是 甚至是官府的赞扬 然后但是男性呢 就是如果说他 就是老婆死了 然后他不再娶的话 就是 不大家实现 是不义的行为 就是 这就是一个 很明显的双标 然后关于这个 关于这个妾这一张 还有女工这一张 其实这两张呢 我在看的过程中 我 就是感觉到的 更明显的 不是说女性 她在这个社会中 所处的不利地位 我感觉到的 更多的是这个 穷人在这个社会中 所处的不利地位 也就是说妾和女工这一张 她们其实 反映的更多的是 贫穷所带来的困境 当然她也不是说 就逃避了性别 所带来的困境 性别不平等带来的困境 但是那个贫穷带来的困境 会更明显一点 比如说妾这一张 喝口水 比如说妾这一张的话 她就会说 因为这些妾 大多数都是来自于 比较贫穷的家庭 然后他们会被 就是说 卖给这个妇人家的 老爷去当妾 然后这甚至会被视为一个 比较好的出路 就是相比于你去做女工 相比于你去做妓女和女仆 这反而是一个更好的出路 这就是让人觉得有点 有点痛苦了 就是最好的选择 就是也是那么糟糕 然后我 因为就是说 时间有点紧迫吧 所以我就刚好才看到 第十 第十二章 然后后面几章都还没看完 然后但是呢 我刚才比较迅速地翻了一下 第十五章 然后 就是我看到作者一段话 也是非常地 非常地就是 又对我很有启发 就是作者的很多段话 都是突然的 就是让我感觉到 他的这个思辨能力 真的很强 然后这段话 也是让我有这样的感受 就是说 作者在 在这 这个第三百四十二页吧 如果有书的同学 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 在这个 在这个 作者就是 就是 在这段话 他想表达的意思 就是说 有些女性 他就是说 哪怕是说 我们刚才说 这种父权制的游戏规则 对女性其实很不平等 但是 在这个过程中 这个女性 他也不是完全 就是说 去质疑那些 质疑这些 这些 我们刚才说的 法律也好 这些习俗惯例也好 他们甚至 可能被教化到 就是 也是认可这些观念 认可那些惯例的程度 然后他们也会用那样 儒家规定的 这种 角色 角色定义 去看待他人 然后 就是说 就是说 在宋代 在宋代这种 对女性 其实不太友好的 什么一个环境之下 男女之间 还是存在了一些共识的 当然就是 共识并没有延伸到 生活的各个方面 然后 还有就是这本书 所采用的史料 它是主要是 男性书写的嘛 然后 就是说 我们对于 作者还提到 就是我们对于男人 不在场 使女人之间的对话 知道的就比较少 如果我们能对 这一部分的史料 知道的更多的话 我们可能 能够指出更多的 前后不一的 充满张义 或者是含魂不清的例子 然后 这是让我感觉到 我们在 我们在 就是说 有一个基本的 这种一个 父权制的一个规则的 下面 实际上有很多 很多不同的 就是说 和这个规则 可能甚至会 冲突的一些 现实的面向 然后 那么历史书写 很大程度上 就是在这种 就是去发掘 这种更全面的面向 我就分享这么多吧 谢谢 好的 您说这个不好的词 就是 是什么样的 具体的意思 想问一下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这用一个不好的词语的话 其实我也觉得 我也碰到了 或者最开始展开了 困境 就是那叙述方式 我如何将 我如何将 女性当中 这些 关于犯罪 关于这些 主题的事情 用一个合适的方式 来表达 对我来说 我还没找到 所以说 我怎么有一个 模糊的 举业 就是一个不好的词 已经盖过 好的 谢谢 训练学长的回答 那接下来的话 就有请我们的 语议员 杜岳老师 来对我们 这场 无数学 进行的语议 以及日本书 好的 那我现在开个视频 然后 训练你们那边 如果方便的话 也可以开一个视频 好 那其实 我们先从 我们去你的这个 谢谢你们 今天的分享 然后谢谢 谢谢若帆的 评议 我先从你的 这个PPT 开始说起吧 因为我觉得 你这个PPT 做得很好的一点 是你没有 被作者的 这个书的逻辑 牵着走 而是提炼了 你认为 很重要的关键词 这个其实是 很重要的 形成了这样子 自己的这种 知识网络 和你觉得 比较关键的点 还有一点是 你自己 做PPT的习惯 我觉得是不错的 就是 涉及到一些图片 或者是影文的话 你大概率的是会 将它做注释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个习惯很好 以后可以保持 那我们先从 你最后提到的 这个结构 和个人的 这个问题说起 这个结构 和个人的问题呢 其实 这也是 其实困扰着 我自己在做 妇女性别试 过程中的一个 比较大的问题 那我们其实讲到 上一次 我们讲说 做妇女性别试 在讲那个 归属师的时候 有提到 OK 它是使用的 强调 女性 在这个 他们所处的 社会环境 所处的家庭环境 当中的这种 主观能动性 来讨论 来改写过去 我们认为的这样子的 妇女史 那这是一条路径 那个时候 我们有说的是 妇女史的研究路径 还有另外一条 这也是我当时 推荐你们去看 这个 最真诺的时候 包括其实在 这个内围里头 也有讲到 就是将女性 她作为一个 一个透视镜 去看整个社会 她究竟是什么样子 将她们作为一个 视角去观看 那这个事实上 也是你第三点 提到的 你觉得有点点 疑问的部分 那我们规划 可以具体讲到 那讲到结构 和个人之间的问题 好像说 最后 读着读着 仿佛 最后人 就被置于结构之下 最后又变成了一种 结构式的论述 那这一种呢 其实我 目前呢 我也看到 其他的前辈学者 对于这个问题 他所处理的 一个方法是 他更多的 开始去寻找 他们的规则 和实践 之间的张力问题 比如说 我们在法律的 条文当中 我们可以知道 它是具体的规则 法律规则 但并不是 所有的判决 和最后是 所有的具体的案例 它都是按照 这个规则来的 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我诸多 各种各样的因素 导致他的判决 是不一样的 我们在这本书里 可以看到 不同的 这个宪令 他对于这件事的 认知和判决 是不一样的 这在我看来 这就是一个 规则和时间的 张力的存在 而去任何人真真 去探讨 这种张力的存在 其实是 我认为是 可以将 个人和结构 两者之间 寻找到一个 平衡的 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那好 我们再说 这个 你刚才有提到的 说试图把妇女史 嵌入一个 特定时期 发生在女性身上的 事和时代 联系起来 那这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怎么样透过女性 再去看 整个时代的 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那我不知道 你当时在 看这本书的时候 有没有 特别是讲到 这个蚕足的部分 其实你刚才也有提到 这个究竟是什么意思 讲蚕足的 这为什么 好像发生在 女性身体上的 蚕足的 这样子的一个 喜欢她 因为要 十一世纪之前 好像蚕足 并没有那么 此情 到十三世纪的时候 蚕足 它已经变成了一个 广受大家 接受的 一个 成为一个 风俗 留存下来了 那这是为什么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他所给予的一些 分析也好 历史解释也好 他就认为 这是以宋代人 他所处的 当时的社会环境 他男性的气质的降低 不得不要求 女性气质扮演的一种 更残弱 更磊弱的 这样子的形象 相关联 那这就是一个 非常明显的 通过女性的身体 去看整个更宏观的 历史的这样子 一个案例吧 那这个是 我们刚才讲到 这个问题 然后还有就是 你提到的 关于这本书 它和社会学 和人类学之间的关联 其实这件事情呢 我也一直 就包括我们之前 几次读书会 我也一直想要提 这在于 就是关于 我们现在看到的 特别是中国古代的 妇女性别史研究 和女性主义 或者说女性研究 之间他们的关联 我们不可否认的是 两者之间 就是妇女史研究 它很大程度上 就是受到了 女性主义的影响 真的的概念 它只得我们 开始重新思考 生理性别上面的 二人对立 它是不是真的 应该也被 坏到历史学研究当中 所以我们当时 我们来看 那位这本书的时候 他的这个观念 其实是非常明显的 他提到就是说 我们他一直在强调说 二人的这个社会性别 应该尽可能 二人的这种 生理性别 应该被消灭 所以他去强调了 所谓的 他们的社会身份 的这个问题 那其实他强调了 这个问题 其实就是某种程度上 回应了 真的的这样子的 一个概念 好 那讨论到 这个妇女史研究的时候 那我们究竟在研究什么 他跟妇女研究 或者说女性主义 他两者之间 究竟是有什么样子的差别 我觉得其实更多的 我相信这个问题 有可能也会困扰的落发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 其实我们是在尝试 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 这个是历史 它已经是一个既定的事实 而我们其实是在通过 方法论的转变来 尽可能的抛去更多偏见的 去审视 去还原历史当中 女性的处境也好 她们的生活状况也好 这个可能是 妇女性别是 特别是古代妇女性别是 研究者 她们在做的事情 那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觉得有一点 这个 有可能很多 同学也好 大家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呢 可能有 有可能会觉得 就是作为一个 在中国 就是受到中国文化影响 或者是说 就是在中国文化 偏偏像长大的 这样子一位读者 来读这本书 可能会觉得 好像它并没有给予我们 什么特别惊人的结论 或者是说 这些它里面提到的东西 好像从小到家 大家都已经很熟悉 或者是接触到过了 但是我要讲的是呢 这本书其实 它给我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启示也好 或者是说 它给我特别大的一个帮助 其实是它的问题意识最常 就像刚才这个 刚才我们提到的 他在书的开头 讲到了我们 我们如果过去一直认为 这个所谓的妇女史 它是一个被压迫的历史 同时他讲到说 宋代是一个 它急剧变化的时代 它从这个时间点开始 女性的处境 似乎开始往 更坏的方向发展 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 一个大概的概念的话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认知 一方面 女性的继承者们 他们会给予 比较财产 同时呢 他们也会给予 比较丰厚的嫁妆 这件事情是受法律 是受公众 是受社会所认可的 而另一方面 在同一时期 所谓我们后来五四观中 认为是对于女性身体 限制非常明显的 这样子的残逐 这样子的一种行为 开始在这个时代梦生 我们怎么样去认知 这种矛盾的规定 这是很显然 不可以用压迫和被压迫 这样子的 简单的二元方法 去认知它 所以我觉得 这个可能是我们平时 你在做婚女性别史的时候 可以借鉴的 这就是一种问题意识 去寻找到一些 很明显的矛盾点 或者说 跳出我们过去 传统思维当中觉得 这个已经是 发生过的事情 或者说已经感觉 要见怪不怪了 但是很有可能 它所存在的 这个矛盾点 就会向我们 揭示这些什么东西 我恰之后就想分享 这一期 谢谢 好的 感谢伍岳老师的分享 那 接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个 评讯会议里面 大家可以 用个这个 线上的疑问 或者是讨论 可以直接开单说 你看一下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也可以发这个 发在这个聊天框里面 可以对我们的 这个领族人 或者是对我们的 语谈人 或者是平民老师 进行这样一个评论 那这样吧 我先给大家 你说呢 就是因为刚刚 我先提个问题 刚刚我听到那个 学长在分享的时候 他说想要探究 这个中中的 这个阴阳关系的男女 之前就是会 有什么样的这个联系 然后当时 也想听听 就是顾卫老师 在这方面 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什么这个 认别或者看法 因为最近我也在做 这个这方面 可能有点相关的 这个研究 所以小微妙子 月老师 您在这方面 有没有什么 相关的研究吗 你是说 关于就是 阴阳和医学方面的 这个问题 你自己在做 什么研究 你自己在做 什么研究 我自己的话 因为我在写这个 本科毕业论文 然后我写的是 男左女幼 这样一个观念的 这个流传的这个历史 然后因为 我搜索谷书会发现 很多这个有关 男左女幼的这个 谷书里面 很多是处于 中医类的这个 谷书的技巧 然后所以说 你要先去 弄明白 为什么它会出现 男左女幼 在中医里面 这样就发生 那么最开始 我们要追溯的 肯定是 阴阳学说 是怎么样去跟 男女去进行 这样一个联系 然后那么最早提出 男女跟阴阳 这个联系 是在 哪样一本古籍里面 然后最后的观念 是怎么样流传的 然后 这就是我对应 在这个探究 还在探究中的问题 我其实当时他 我当时看到 这本书里头 提到了关于 医学的这个部分的时候 其实让我想到的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 关于这个 宋代医学的 《凡胜之音》 也是 也是讲的是 这个妇女医疗 之间的关系 而宋代其实 在妇女 或者说妇科医学当中 其实是一个 非常特殊的时代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她的这个妇女 大全良方 在这个时候 已经她里头 这本书里头 也有提到过 她这个时候 是开始出现的 那其实这个 我们后世 影响到后世 非常大的 这个 以气血论 就是女性的 这个气血论 其实也是在 在这个时间慢慢成型的 但是我们其实可以将 就是说 我们在过去 在很早很早的 皇帝的身体的 这个部分 我们并不是将它 分成男 或者是女的 这样子的一个认知 我可以看 我记得是在唐 就是你真的 在关于这个唐代的 这个妇女 医疗室的研究当中 她就提到 她就认为说 其实真正的出现 性别化 身体的这样子的时代 是可以追溯到 千金药房 也就是说 这个唐代的时候 那之后 我们再慢慢慢慢的 她妇科出现 成为了一个单独的 分文别类的一个学科以后 我们才慢慢慢慢的 出现了所谓的 这个 这个女性 气血为主的 这样子的一个认知 对 所以我觉得 你讲的这个 左右手的问题 我今天完全没有想到过 我觉得还有 你最早在哪里 就是你现在目前为止 可以追溯到的 这个材料是在哪里 是关于中医方面的 中医方面的话 也就是跟这个阴阳有关的 是在那个 黄帝内经里面 她说 她说这个 提到 她提到了这个 余闻这个 上古有真人者 然后 你信天地 把握阴阳 无心中气 独立守身 鸡肉若衣 不能受负天地 无有忠实 祖其道生 然后呢 她在之后 又在这个 她的 接下来 她又说了 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个 智人 正人 闲人 都在这阴阳桥核中 她受伤 而且深强 这就是 在这个阴阳学说 她在这个中医理论中 我认为是一个 鉴定基础的一个过程 然后 那么在之后呢 这个 提到 阴阳者 血气之男女也 这本古籍是 这个华陀 她写的这个 中藏经里面 她提到了 阴阳者 最脐质男女 这是我呢 找到的就是 最早的关于这个 男女的阴阳发生联系 以及还有血气 发生联系的这样一个描述 然后呢 还有其实在这个中医方面 我们说中医打脉比较多嘛 那么以脉象而论的话 左大顺男 右大顺女 这也是我在这个 领故级中发现的 然后呢 这个就是 因此呢 就是 我觉得这个中医就是 因此今天有这个男所 你也有这样的 这样的说法 然后这个是 中医方面的 那么在这个 最早 不仅是这个中医方面 其他在其他很多地方 也有这个研究 比如说是 其实最最最开始的话 我们可以在 很多的这个 关于礼仪方面的 这些 书籍中 比如说仪礼啊 礼记啊 它都有很多关于 男的 为什么要在左边 干什么要在左边 女的 为什么要在右边 干什么要在右边 会有很多的这样一个 这个 礼仪的这样一个解读 这就是一个 阴阳学说 他与这个 因为阴阳学说 他在那个 看待 开始大顺 而不是 在这个战国时期 我们知道 他开始 慢慢的广泛流传 那么到汉代的话 他与这个 儒家礼仪进行的结合 然后就是 渐渐有了 这个南左米右 他在这个 礼仪方面的 这样一个规定 这是我 目前为止 得到的 这样一些 决论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可能要需要 提醒你注意一下 就是 因为我们之前 应该说 皇帝的身体 它并不是一个 二人对立的 这样子的一个 男性和女性的 这个身体 所谓的阴和阳 它也并不是 完全的 我们现在意义上的 男性和女性的 这样子的一个 对立性质的概念 那同时呢 我们 我记得之后 后来 吴依丽 他有在 reproducing woman里头 也提到了 到了明星的时候 这所谓的这个 我们对于身体的 这个观念 他称之为 不定的身体 也就是说 这个不定的身体 是会基于性别 基于地域 基于免岁 进行调整的 所以我觉得 其实有可能 在你在处理 这个方面的时候 需要关注的是 所谓的这个 阴和阳 是否真的可以 对应到 男和女的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问题 对 这就是我现在 目前为止 脑子突然想到的 一个部分 好好好 谢谢 孟月老师 接答 那接下来 有没有其他 同学有什么问题吗 大家可以直接开 或者说 在我们的这个 晨星会议 聊天平台上 进行 插通 或者是 大家有什么想法 也可以直接说 再提一点 因为我记得 刚才 刚才有提到 刚才有提到 另外一个问题 是关于 常识断 和断代的 我不知道 是不是 你最后 所以你是不是 最后再 再讲到 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其实 当时听到的时候 我觉得 这个部分 很有意思的 点在于 这确实是 很多 妇女性别 是你觉得 所面临的 一个问题 而且 你想 你讲到 他所提到 变化 这个 这个概念 而这个变化 事实上 他只有 放置在 一个长时段 一个历史性 历史性的 研究当中 他才可以 被展现出来 一个比较明显的 例子是 他提到的 这个 杜富吧 还是 汉富的 这个 这个例子 然后 这让我想起来 我最近 在看到的 就是关于 汉富的 这些研究 因为 汉富 他在 在历史当中 有几个 冒头的时期 就是一个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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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期 他就跟 魏晋 就跟宋代的 这些 汉富和 都富的 跟 魏晋时期 汉富和 都富的 相比 然后我们 就可以看到 这个案例 他所出现的 一个 比较明显的 不同 在于 宋代的 这个 汉富 他们 更多的是 在 为难 或者是 在 处理 他的 小妾 而 这个 魏晋时期 的 这个 汉富或者 是 杜富他们 往往是 在处理 他们的 丈夫 或者是 说 就是 在 应对 他们 就是 和他们的 丈夫之间 产生 直接的 矛盾 而不是 在 处理 他们的 气体 这个 我觉得 是一个 非常有趣的 变化 然后我们 在看到 等到了 明清时期 的时候 明末 清书 很多人 都认为 就是很多 学者都会认为 这是一个 杜富汉 富又一个 小高峰 大家 很多会将 这个情况 跟当时的 主情 思潮相关联 而这个时候 我们再去论 因为我们都知道 明天时期 对于女性的 这种规范 和对于 他们道德上面的 要求 又会变得 更加的严苛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又再去 讨论 或者是再去 历史解释 这个 这个时间 出现了 小高峰的时候 他们就会认为 说 就是上市在 通过 小说也好 说教性的文字也好 试图对于 女性进行 规界 而明末的 这种主情 思潮 很大程度上 影响着 他们这样子的 观念的形成 所以我觉得 你提到的 这个历史性的 这个例子 可能 它可能确实 是不得不 放到这个 整个常识段 去考量 那可能如果说 做一个断代的话 确实 你不得不 多提到一些 前面和后面的例子 才能 表明说 这个时代的 特殊性 好 谢谢顾越老师 这几个 那这样一提 就要有什么 来一下 回应 就刚才讲的 这个历史性 这个常识段 我看了一下书评 他也是说 就是说 这本书 他其实最交于 圣代 那么 他对于 他既然强了变化 他实际上 没有 说是结合 唐代 包括 后面的 后面的朝代 进行一个对比 所以说 这个变化 长时间的变化 一个断代 确实有老师 所说的这个问题 那么 当然历史性 我也还是没有 进一步的研究 但是 主要的话 我现在还是思考 社会结构 和社会个人的问题 那么老师刚才 最开始说了 是从规则 跟个人张力 来进行讨论的话 我觉得我到时候 也会看一下 因为 因为我是研究 我不是中国 中国古代史的 我是想去研究 中世纪的 就是说 我觉得 再说一下 这本书吧 这本书 其实是美国的 美国学者 来研究 我们宋代 但其实我觉得 对于很多 世界史的同学来说 他其实 有很大的建议 那所以说 在这本书中 当然还有一些 我再接回去说 就是我觉得 有些解读 不正确的地方 那就是我觉得 像词元学 我最开始提的词元学 他只提了夫妇 妻子 那个是 包括内 这些词 但实际上 这些词语的话 好像不在 日常生活中 经常使用 那比如说 像对于夫妻之间的 这种称呼 好像应该是有 其他的词语 来进行阐述吧 我这个不太清楚 不知道有没有 研究宋代的同学 可以看一下 就是 就是当我们 谈到一个 一个时代 特别是 像这本书 谈到一个 一个非常狭小的角度 宋代女性的婚姻 那么我们在 我们可以进行联想 当我们想要 谈到一个时代的事情 那我们在做词元学 或者说在对词语 这个概念情认识 跟界念的时候 特别是像 我们这种 涉及到跨文化 认识的时候 那么 这其中一个人 是要有一个 警惕的地方的 就是一个 到底这个词的 使用在什么意义上 也就是所谓 我们这样说的 语境的这个问题 反正总而言之 我觉得这本书 给我提供了很多 问题视角的 上面的一个 一个帮助吧 然后 我差不多说到这里吧 然后不知道 现在的朋友 有没有想分享的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就 我们就早点结束吧 星期一天 大家还过来 听讲的都真的是 辛苦大家 大家的 感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我想再问一下 黄凯老师 您要在 您要说几句吗 我没有 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好 谢谢 谢谢老师 好 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么我们本次的读书会 就到这里 圆满结束了 感谢大家参与 然后大家也可以 去读书会议了 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